大家好,欢迎收听升级一普通话道,今天是2023年12月12日,星期二。 这是一则突发的国情新闻。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换人了,由蔡奇换上了马兴瑞。 都知道中央办公厅是中南海的大总管,这次的换人肯定会造成很大的震动。 习近平最亲近的人蔡奇被换走了。 蔡奇本身已经是政治局常委。 其实,由他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实际上不太合理,但是习近平信任他。 所以就让他来担任,但是现在突然传出要将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从新疆调回北京,这件事引起了中南海很大的震动。 因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权力很大,几乎整个中南海的事务都由他来打电。 一个政治局常委做这个职位,实际上有点小题大做。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换走了蔡奇之后,那蔡奇是不是在习近平心目中已经失势了? 他所代表的福建邦会不会在权力斗争之中落败? 这些都是人们现在最关心的话题。 现年64岁的马兴瑞现在坐上了这个职位。 那接下来下一届换届。 他只是68岁,按道理可以在上一层楼,甚至可以升上郑国籍,就是可以做政治局常委。 习近平选马兴瑞担任中办主任。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原因? 是不是他特别治疆有数? 不是。 他在新疆的时间其实很短。 他是接替了陈全国。 因为本身陈全国的口碑很差, 而且已经被国际社会制裁了。 陈全国卸任新疆书记之后就当了贤职。 而马兴瑞实际上是跟核能有关的技术官僚。 在官僚圈的口碑算是还不错。 在他从政的过程之中,也没有什么机会拉帮结派。 培植自己的亲信党羽。 而且跟京城的权力中心基本上没有任何交集。 最重要的他既不是福建帮,也不是浙江帮。 浙江帮是以李强为首。 福建帮是以蔡奇为主, 两人在习近平底下斗得死去活来。 现在由一个跟这两个帮派完全没有关系的人接任。 看起来是习近平故意要找一个人出来平衡两态的利益, 不可以让随便一方一派独大。 因为现在蔡奇风投正胜。 福建帮风投正胜。 而且马兴瑞也跟前任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强没有任何交集, 所以用他就可以更加放心。 起码不会是上一任留下来的人。 在身边培植势力。 习近平很喜欢空降任何人。 每个地方都是空降, 意思就是他不能够让任何人在当地培植势力, 都知道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的时间一长, 就会培植自己的势力。 特别是当官的, 每一个官员都会搞团团伙伙。 拉帮结派, 所以这次马兴瑞可以说是彻底打破了蔡奇与李强之间的斗争。 其实早在2021年底, 习近平就派了马兴瑞去新疆, 目的就是要施展柔性政策, 收拾陈全国留下的残局。 陈全国也不是习近平信任的人, 而是李克强的旧部。 陈全国去了新疆之后, 通过铁腕手法治疆, 想着越左就越能得到习近平的信任。 结果陈全国和他的前任张春贤完全不同。 之前的张春贤也是柔性之将, 而他完全是用铁腕手法, 用高压手段去镇压, 然后以反恐。 反极端势力未明建立了一些职业培训校, 就是再教育营, 对几百万的维吾尔少数民族进行去极端化的洗脑教育。 最终, 陈全国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制裁, 也被习近平彻底抛弃了。 欢迎, 听众们。 今天, 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 聚焦一款备受主目的VPN Surfshark。 在众多VPN中, Surfshark以其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 但真正的问题是, 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 现在, 让我们谈谈功能。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 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 同时保持高速连接。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 连接无线数量的设备。 不需要多个订阅, 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 安全至关重要。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 几乎无法破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严格的无日之政策, 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 仅有5%的速度下降。 它是您快速下载, 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 准备好安全的冲浪吗? 在视频描述中查看, 特别折口连接。 回头来说马兴锐的升迁之路, 其实并不复杂。 马兴锐1959年出生于黑龙江双压山的一个矿工家庭, 他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是双压山矿物局的矿工。 1978年10月, 马兴锐考进了复兴矿业学院积电工程系工程力学专业。 1982年7月, 考进了天津大学力学系一般力学专业, 攻读硕士研究生。 1985年3月至1988年3月,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非行动力学研究室一般力学专业读博士, 他的博士导师叫王文胡, 是当时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长, 后来成为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1988年3月, 马兴锐获得博士学位后留任教书, 打开了晋升之门。 哈工大是国防妻子之一, 是中国的七所解放军旗下的大学。 在哈工大期间, 马兴锐担任空间科学技术系副主任, 航天工程和力学系副主任, 也升职过位主任, 在91国家教育委员会颁授的做出特殊贡献的 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 并被学校破格晋升为教授。 时间是1991年12月, 到了19994年, 一直都入选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受到了国家的重点培养。 同年得到了国务院政府的特殊津贴, 就是工资涨了, 多了很多福利。 1995年2月, 升任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副院长, 当选第八届权国清联委员。 1996年4月, 升任哈工大副校长, 霍平为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96年5月, 马兴瑞调任为航天总公司武院副院长。 1996年6月, 接任实践5号卫星总指挥及总设计师, 开始涉猎航天科技。 1999年9月, 任航天科技集团的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 2000年获聘位总装被捕科技委兼职委员。 2003年12月, 兼任新洛卫星通信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6年, 7月兼任中国航天科技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上海航天科技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主任, 以及上海航天科技产业开发建设公司董事长, 全部都是跟航天科技专业有关。 2007年, 升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组书记。 总经理, 11月, 兼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 2008年, 兼任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工程总指挥。 12年, 当选共产党18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主席团成员, 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 开始升官。 当时他是江泽民。 胡锦涛时期的技术官僚, 一路以来都得到升迁, 不断升上来。 后来在国防军工系统升官, 也得到了曾庆红的赏识。 那些外面都在传他是靠走夫人路线, 他跟他的山东老乡彭丽媛走得很近, 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 彭丽媛把马兴瑞介绍给习近平认识, 这个说法我觉得很合理。 如果在习近平来看, 这些技术官僚其实有很多, 那用谁好, 能留在他身边。 最重要的是他要觉得安全, 找他来担任中办主任。 最大的好处就是他没有任何拉帮结派, 不是福建帮, 也不是浙江帮, 所以用他的话会更加安全。 因为这个人要负责你身边的保卫工作, 他是直属中央警卫局局长的上司, 直接控制8341部队, 也是中南海的大管家。 马兴瑞离开了军工企业之后, 就转任工业核信息化部副部长, 也是党组成员。 国家航天局局长, 还在原子能机构当主任, 兼任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第二任局长, 当时的探月工程就是他负责指挥, 他在2013年调到了地方去当官, 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 当时是胡春华党书记, 他当副首。 16个月之后, 马兴瑞转到深圳党市委书记, 因为卫深圳很重要, 是一个特区, 他以中央委员的身份担任深圳书记, 而深圳书记的地位也很高, 因为之前当过深圳书记的如张高黎, 立友卫, 黄立满, 李鸿忠, 刘玉浦, 王荣, 当时也是中央候补委员, 但是他是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出任, 所以这个岗位很重要, 所以马兴瑞一路升迁的过程, 就是由技术官僚转为地方大员, 甚至还当了新疆书记, 都知道新疆非常重要, 回头来看整个政治布局, 现在习近平下面的两个大帮派正在恶斗, 肯定是出现了很多问题, 所以习近平才会觉得不能再让蔡奇一人独大, 再让福建帮继续独大下去就一定会出问题, 最终肯定会造反, 当你的权力大到了没有人可以制约, 只有习近平可以制约的时候, 那到时候你造反怎么办, 所以他不会让任何人做大, 现在他的目的是要培植一帮技术官僚, 去压制他身边的这些福建帮, 浙江帮, 还有就是以前当秘书出身的秘书帮, 这一节暂时分析到这里, 未来我们会更加详细地跟大家深入探讨, 马兴瑞进了中南海之后会有什么变化, 整个政局又会有什么改变,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Patreon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